昔日的他, 耳筒變頭盔 唱盤變軚盤 今天處於半退休的他 放慢腳步, 細味人生 這一節我要看樓 會去到金牌DJ車淳回的家 他佈置這間屋 用的不是顏色的配搭 或者是空間的運用 而是一家人溫馨的故事 歡迎大家來到韓社作客 這間屋, 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故事 但是我覺得人生之中 有一道門是很重要的 我帶大家看看 沒錯, 就是我的家門 你的家門也很重要的 因為家門裡面的人 就是你這個人生之中 最重要的人物 所以要多疼他們 在電台節目裡面 熟梅姐掃說著別人的故事 而在這裡不同的角落 就記載了熟梅姐自己的人生故事 當中快樂有時, 感性有時 就聽熟梅姐的美美到來吧 我想說說這個沙發 這個沙發買了…也有八年 當年我買的時候 原因是那張舊的, 還沒爛 但是一坐下去 是很軟、很舒服的那種沙發 但有一次我看到我老爺 來到我家後 他一坐, 坐下去之後 我想他也會舒服的 但是我看到他再站起來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於是我就想 我不可以再令我老爺那麼辛苦 我就買了這套新的沙發 是比較實質的 但是很可惜我買了之後 我老爺只來過一次而已 然後他就沒再來過了 因為他開始不舒服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做事也要快一點 因為有些事是等不到的 我也開心的 因為起碼我老爺也享受過一次 硬淨的沙發 在電台打拼半身 淑梅姐得到最受歡迎DJ的榮譽 不過在她眼中 一個幸福的家庭就更重要得多了 這隻蟹是我女兒送給我的 記得媽媽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六兄弟姐妹就說 不吃自己最喜歡吃的東西 我最喜歡吃蟹 於是那幾年我都沒吃到蟹 我女兒就說 買一隻蟹給你, 望梅子渴 我最喜歡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覺得夫婦之間 都應該去感受一下 他說愛不是永遠是你看著我 我看著你, 四目交頭 而是兩個一起望向前方 看著同一個目標 我覺得做夫婦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你直氣要游, 得理要搖人 我這張照片是給我家的童屋主看的 童屋主有時候 他覺得有些事情要堅持的時候 他會挺大聲的 所以我沒告訴他 但我希望出出入入的時候 看到之後就懂得怎麼做 如今, 半退休的淑梅姐 在電台開咪高峰已經變成她的興趣 而做義工就成為了她的置業 我也非常榮幸 成為了現在結出義工會的創會會長 我們的創會長, 墨漢佳先生 他的字很漂亮得不得了 自從我們發現他的字這麼漂亮 他很懂得做 我們每一個會員生日的時候 他都會寫一個很漂亮的字畫給我們 這個字畫就是他送給我 對, 我覺得非常難得, 很感謝他 在屋內有很多淑梅姐子女的成長印記 有他們小時候的照片 有名列前茅的成績表 有大學的畢業證書 但說到最令淑梅姐歡喜的 就要數這幾樣了 來到這裡, 你會發現 我整個廳都有很多照片 我有一天有空無事 去數一下究竟有多少張照片 是有五十多張照片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人生之中 家裡、朋友的相處是最開心的 但這麼多照片當中 就有這兩個最特別 是沒有樣子看的, 為什麼呢? 一個是屬於我兒子的 一個是屬於我女兒的 兒子的大一點, 女兒的小一點 因為這個有掌幼之分 放他們從中學開始 他們那些開心的紀錄 譬如得到什麼獎 有什麼好的成績 我經常會替他們換 到這幾年就停了 沒有什麼特別好的試卷 讓我放下去 我放了什麼呢? 就是我兒子這張大學入學的評書 請她進來讀書 我女兒也有這個聘書 進去MIT讀書 我覺得很開心 我每次看到, 我覺得是一種成就 因為我自己沒讀過大學 我的子女可以進入好的學校 我覺得是我最開心的一件事 所以她之後有植物 就是一種成績的 當我現在在我兒子之後 我是個會兒子的 很多朋友有送不同的禮物 這套是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朋友 送給我的 但他送給我之後, 他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 他說 宿妹,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年我會送給你 我真的很想念那套茶具 我說你不就有空來喝喝吧 這個人就是芬妮 各位, 來到輝德納頭號粉絲的房間 這個就是我兒子的房間 他很喜歡打網球 有一次他去了上海 看了費特蘭的比賽 拿了費特蘭的簽名 拿回來, 寬天起地 到媽媽工作, 媽媽, 你可不可以幫我 拿這件T恤放在照架裡 然後放在我的房間 大件事了 我不知道去哪裡找這些道具、照架 又如何配什麼顏色好一點 搞得淑梅姐走遍全港 終於在大圍找到一間文具店 人家花了兩個星期才弄得現在這麼漂亮 令他們母子倆也開心得真 終於做完之後, 拿的時候 我很感激 我直接抱著老闆娘, 疼了一口 我說很開心 你幫我完成了我兒子的心願 回來之後, 沒關係 我兒子抱著我, 疼了一口 淑梅姐說當初搬進來的時候 朋友一進入主人房 就叫他們快點搬走 為什麼? 因為窗外看到望膚石大吉利是 不過淑梅姐一於沒有油膩 這麼多年來 他們一家就依舊樂也融融 大家看到就是我們一家四口 有了, 最初結婚的時間 只有這一隻 這隻是我們家裡的大哥 歐瑞強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 當時就是這樣 永遠在床上有大哥看著 然後我們發現了有兩個公仔 像我們兒子和女兒 於是這兩個公仔出現在我們床上 然後在前幾年, 我們去拉斯維加斯 不知道是射的水槍 射…射得贏了 有這隻, 我覺得是很可愛的咖啡貓 我覺得牠是女仔咖啡貓 馬上拿回來 拿回來, 你說怎麼擺好呢? 當時我是這樣擺的 擺完之後, 我的同屋主立刻抗議了 有什麼理由你永遠都比我高 我說不是, 我是你身邊後面的女人 我也覺得不太好意思 於是我們現在的新招就是這樣擺放 一家四口, 齊齊整整, 皆大歡喜 她沒有投訴了 淑梅姐的家裡 是沒有什麼大師設計的家品 又或者充滿美學元素的設計 但是這樣重要嗎? 聽著淑梅姐如嫂嘉珍說她的人生點滴 就像聽著一首由幸福寫成的交響曲 這樣就夠了 快樂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人生很多東西很開心 未必是你帶給兒女 是你兒女帶給你 淑梅姐住在大圍已經很多年了 她住在那裡位處半山 環境清幽, 景觀超正 我想李超人所謂的心曠神儀就是這個原因 而來到新界大圍 除了踏單車和拜車公之外 要賺錢的話 分身推介大家去 連米芝蓮也有比星 已經有半個世紀歷史的小菜館 火車站一出, 走幾分鐘就到了 待會回來 會和大家去參觀一間房子 它最特別的是三個小朋友住同一間房子 但各有空間, 各有特色 別走開 有好險 我們來一些外套 請進來